法国所有工会一致反对总统马克龙 推出的退休改革方案 把法定的退休年龄从目前的62岁 推迟到64岁 号召1月31号举行第二次全国大罢工 当地时间星期四 电油工人以及电力公司的员工 已经率先发动48小时罢工 码头工人也加入24小时的罢工行列 为31号的全国大罢工热神 48小时罢工的第一天 法国的水电产量降低了 也限制了一些炼油厂的交付 电力方面 罢工也造成贝尔维尔一号核反应堆的供应量 减少了一级瓦 相比之下 在1月19号的第一场全国罢工日期间 电力的产量极致下降大约6.6级瓦 占全国总产量的10% 迫使法国从邻国进口电力 1月31号的第二场全国大罢工 恐怕会造成更深远的影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